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评审也给出肯定 决赛第三轮拿下94.50的高分 他瞪大眼睛 感动得泪水在眼眶打转 中国选手 古爱玲 古爱玲拿到了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的冠军 北京冬奥八日上午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 古爱玲以总分188.25多斤 听到成绩后他蹲在地上一脸难以置信 因为古爱玲逆转局势 打败在前两轮都领先他的法国强敌泰斯德勒 看到对手难过落泪 古爱玲也大方上前给出温暖安慰 向左偏转 双周偏轴转体1620加安全抓板 94.5分 94.5分 全场最高 188.25分 排在第八位出场的古爱玲 第一轮跳跃中就以本届世界杯中的夺冠动作振滑出场 古爱玲在第一趟就选择了她的最拿手的动作 向右转体两周偏转体1440的难度动作 第一轮出场就以93.75拿下第一轮第二高分 其中更有四位裁判都给出94分的高分肯定 而第二轮的跳跃中古爱玲先以1080度向左旋转两周偏周转体后 再做一个安全抓板 接着再做日式抓板 如此技巧性的抓板动作也让她在第二轮中拿下88.50 18岁的古爱玲在北京冬奥的第一场决赛就交出如此漂亮的成绩单 这不仅是大陆运动员参加大跳台史上第一击 更替大陆在本届冬奥再添一枚金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